周四也就是明天将进入24节气中的小韩 象征进入全年最低温的日子 有星座老师在粉专上点名 五个星座的财运将会逐渐好转 先来公布第五名也就是天蝎座 不管是家庭伴侣或是合作伙伴 只要能够在和谐运作的状况下 都能够为事业带来财运 尤其是伴侣的协助偏财运更为强势 平常要是有看重的投资选项 这时候不妨进场试试手气 第四名则是天蝎座 会做出许多积极性的行为 包括投资理财 切记别因为一时的冲动 让辛苦许久的投资付出流水 有投资买卖时 要好好照顾手中的标的物 在适当的时机做买卖 很有机会赚取不少的财富 第三名则是水瓶座 从此时此刻做事的态度 会为自己带来好运 虽然辛苦但付出容易有回报 把赚下来的钱好好存下来 相信可以看到满满的财富 第二名则是双鱼座 头脑更加灵活 有助于他们产生无数个赚钱方法 可以运用头脑以及口才打动人心 当幕僚的话 有机会让上司看到你的能力 升官跟加薪的机会不小哦 第一名则是牡羊座 在工作上更加谨慎 也有助于提升赚钱能力 以及专业技能 贵人运也相当不错 但必须付出相当程度的努力 才会受到赞赏 加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 大家还想知道什么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可新闻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的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富豪就是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